迎接新春,桃園多處山頭都開始出現櫻花粉嫩的身影 其中位在龜山的福原山步道,二號涼亭旁有塊向陽坡 種植了整片櫻花林,目前正開始綻放 當地里長歡迎大家擁控時遵守防疫規範 戴好口罩來山上走春 目前,福原山,在第二涼亭,第三涼亭,第四涼亭這一帶 櫻花開得很漂亮,最近我們疫情也蠻嚴峻 我勸各位鄉親好朋友,不要在人多的地方 來去擁擠區那邊,來造成人潮的一個情景 盡可能的話,撥個架,到福原山,到山上 新鮮的空氣,然後看看櫻花,看看那些風景 我想應該是不錯的 福原山步道是當地里長和志工 早年一人一產所共同開闢而成 步道路面較為原始,讓步道的挑戰性高 仍然在長時間的風吹雨淋日曬之下 部分路段難免變得不好走 里長因而在去年申請經費,加裝了一些福壽 希望能提供遊客一條更安心行走的步道 因為福原山步道,是很原始的一個步道 從無到有,都是我們鄉親自己批出來的 志工批出來的 所以說安全性的話,我們也一而再的在思考 那因為曾經有人在那邊,就是跌倒 或是那個時候比較不好走的地方 我們增加了一些扶手,就是為了鄉親的安全 近年有越來越多人喜好登山 而沿途四季都有美麗花草 要能遠眺賞景的福原山步道 也吸引許多遊客前來登山見走 目前這片由志工長年辛苦維護的櫻花林 預計會在年節時盛開 里長歡迎大家前來賞景兼運動 舒緩整年來疲憊的身心 記得劉雨婷桃園報導